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么我这边没信号 等两边都有信号的时候 要么他手机没电了 要么我手机没电了 好容易打通一次 却往往无话可说 每到珍贵的通话时间 他先说外婆的身体情况 再说赛虎的境况 最后感慨三到五句 重地遇到的倒霉事 最后问我 你呢 我说还行吧 我们陷入沉默 各自抬头看天 彼此的呼吸 破在耳畔 两百公里的距离 让我们深刻感受着 彼此间的陌生 最后他说 还是没有下雨 这天到底怎么了 五月初一场沙尘暴席卷 阿勒泰大地 我所在的前山丘陵地带 也受到很大波及 不由忧心南面葵花地里的家人 然而当时我所处的牧场 没有手机信号 几天后 好容易跟随迁徙的杨群 转移到一片靠近公路的牧场 终于有了信号 赶紧给我妈打电话 可怎么也打不通 又过了两天 在杨群再一次转移之前 终于和他联系上了 电话是他打过来的 那头哨音呼啸 显然他正站在大风之中 老子现在正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 走了好远好远才找得到 怎么高的地方 电话那头他一字一顿 劫声大喊 与风声抗衡 接下来他难掩得意的细细描述 他此时所处之地是多么难得 是原野中唯一的突点 离住处多么远 多么隐蔽 然而还是被他发现了 我打断 前两天沙尘暴 你们那边没事吧 那边精神一阵 声音立刻又高了三分 对喽 老子打电话的地方 就是想说这间四地 炒他先人 老子走了这么远 就想说这个 好容易才找得到有型号的地方 找了两天 前天一直往东面走 昨天又往西走 今天仔细想一会儿 不对 应该往北走 北面虽然全是耕地 但整从着黑骨 对面就是永恒公司 我再次打断 沙尘暴 说沙尘暴 我手机快要没电了 我妈还好 隔几天 能到河边的村庄里 充一次电 我呢 虽然用的是超长待机的手机 为审电还大部分时候 关机 但身在暮区 根本没法充电 往下又即将进入深山 更是与世隔绝 这场通话 也许是这个夏天 我们的最后一次联系了 对 沙尘暴 那边又一次来了精神 哎哟 瑕死老子咯 你不知道哟 田扁圆圆的 就像一堵荒土枪 狠推了过来 两边都砍不到头 基层楼那么高 老子当时想弯咯 这下劝弯咯 老子全家都要给买到底下咯 老子这辈子都没这么害怕过呢 吵他先认 风声呼惧 接下来的话呼闪闪 听不清 我大喊 喂喂喂 又四下走动 十几秒后 信号稳定了 他的叫唬声重新传来 葵花苗刚刚冒出头 我想玩咯 这下苗子劝给卷走咯 就算不给风娟走 也要给兔卖了 混天黑地地 跟天黑了一样 我们用盏子 把底窝子的梦冻塞得津津地 还是被瞒进来的土气 抢得可受个不停 到处都是土 吵他闲人 这次他突然停下来 喂喂 听得到吗 有信号吗 听得到 他仍然焦虑地大喊 听得到吗 怎么没声音了 可以听到 说话 能听到 喂喂 他反复大喊 而我只能在这边 孤独地回答 可以的 我能听到 你说 你接着说啊 像是冲着宇宙深处 光年之外的事物 孤独地回答 很快 信号稳定下来 通话恢复正常 他继续说 哎呦 你可没捡哪 天的庆幸有下 撕老子咯 草草闲子 先别骂了 说后来的事 后来怎样了 后来骂 哎呦 你猜后来怎么着 瞄得好好的 我问的是人 咚 电话断了 电量耗尽 我又重新回到 宇宙深处 光年之外 电话那头那个 总是被不停 抛弃的母亲 后来怎样了 电话 一挂断 他就被抛向深渊 他顶着大风 站在大地浮行 站在旷野中 唯一的高处 方圆百里 唯一微微隆起的 一点 唯一能接受到 手机信号的 小土堆上 继续 丝声大喊 那时 沙尘暴已在 几天前结束 恐惧早已消散 可他 心中忍 激动 难息 他无人诉说 每天一闲下来 就走很远的路 寻找有 手机信号的地方 这一天 终于找到了 电话也打通了 可是 几乎什么 也没能说出 他又连 微了好几声 又重播了好几次 才失望地把 手机从耳边拿开 他抬起头来 看到广阔的大地 四面动荡 宽广的天空 被四面八方的地平线 齐刷刷地切割了一圈 切口处新鲜 又锋利 他心想 可能再也不会下雨了 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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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